你知道在玩偶遊戲的原作漫畫中 《白蝙蝠8比特》從來沒有出現過嗎? 哈囉大家好我是阿瑟 小時候我非常喜歡看玩偶遊戲 原因不外乎就是他時常在電視上重播 以及內容非常紓壓有序這樣吧 但在長大後我偶然在網路上得知 啊原來玩偶遊戲這動畫其實是根據漫畫來改編的啊 此時我又發現了一件事 啊原來這原作是少女漫畫 怪不得一堆小女生被雨傘以及直沉迷的七婚八素啊 而我卻一直對沙乃沒有什麼好感就是了 那我就直接切入今天的主題吧 究竟玩偶遊戲的動畫版以及漫畫版的結局有什麼差別呢? 這就要先從動畫版結局中這個叫中尾祥太的人說起 如果我看過動畫版的觀眾應該對這套人物不陌生 畢竟就是因為他害得雨傘跟沙男卡在窗戶上整整一隻 最後雖然是成功解決這次事件 但最後不知道導演編劇是刻了什麼 才能把這結局收得如此莫名其妙 什麼突然出現的男人要拐走沙男啊 阿琳的女朋友媽子跟導演結婚啊 其實漫畫版從頭到尾並沒有中尾祥太之號人物 但有一個相似的角色叫做小森和之 小森和之講白點就是一位沒有朋友的邊緣人 其邊緣的原因是因為小森的媽媽是一個控制狂 不只控管小森的功課 連她的人際關係也要插手 小森在這樣的環境下漸漸的封閉自我 所以才沒什麼朋友啊 但在雨傘丘仁一次不經意的打招呼後 小森便將雨傘丘仁當成生命中唯一的朋友 喔這傢伙真的是有一點可憐 但丘仁從頭到尾都表示她其實根本不認識小森 所以某次小森要填寫學生生活調查表示 小森向丘仁詢問 是否能將丘仁的名字寫上小森的好朋友那欄詩 丘仁以我根本不認識你這個理由回絕了 聽到這小森非常受打擊 留下了遺書便失去了中癮 哇靠這個人太玻璃心了吧 後來丘仁無意間找到了小森留下的日記 日記中寫滿了小森對丘仁滿滿滿滿的激情 即便丘仁根本只是在學校裡面刷點小流氓 但小森依然相當崇拜丘仁 因為丘仁能做到小森她做不到的事情 就是勇敢的表達自己的意見 勇敢的做自己 此時丘仁的心理應該非常的堵爛 Gam我根本也沒幹嘛就有一堆 迷地迷妹前仆後繼的想撲上來 現在還說因為我傷害你所以你想自殺 黑人問號 如果今天我是一個正常國中生 我才不會你的死活咧 我直接一把火把日記燒掉 就當作沒發生這回事吧 但無奈丘仁啊 你是少女漫畫裡的男主角 作者是不會允許你就這樣打混過去 所以丘仁一定要覺得 這其中有我的責任 我一定要將小森找回來 什麼? 沙男你說你要跟? 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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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定要非常帥氣的拒絕你 然後將一切責任往身上抗 這樣才是秤職的男主角啊 啊對了別忘了 臨走前來我還要向沙男表白 讓沙男把我的flag插好插滿 之後丘仁便隻身搭上火車去尋找謎地 果然在某座山的森林裡找到了謎地 此時謎地對丘仁表白 啊等一下我換個BGM 丘仁 我既然愛不到你 那我們倆就一起死吧 小森 你不需要這麼做 我會站在這裡讓你擦 擦到你爽為止 我媽把我生下來 這是為了讓你擦的 是嗎? 那好吧 丘仁 我要來囉 儘管來吧 呃... 哼... 小傻瓜 你捅這邊 我是不會爽的 你要直擊的 是我的心 可是丘仁 我... 我... 我做不到啊 此時小森終於崩潰 並願意跟羽山回去了 之後羽山成功帶著小森回到大家的面前 並向小森風花說聲對不起後 便在小森與正宮的面前 因為失血過多而混了過去 一度有生命危險的丘仁 在鬼門關前看見了自己親身老步 隨後奇蹟似的被搶救了回來 但右手卻因神經被切斷而失去知覺 雨傘對此表示 腦粉好可怕 對於這次事件殺男覺得 都是我當時沒有阻止丘仁 所以才害他變成這樣 啊其實我最受不了這種橋段了 男主角總是愛逞強 事後男主角遍體離傷的回蘭 女主角又覺得 喔這都是我的錯 多怪我當時沒制止他 唉 唉 但說真的這種老梗每次出來 觀眾還是會買單就是了 所以殺男在丘仁出院之後 便一直鼓勵丘仁做復健 也常常帶著他到處去玩 並時不時到處放山 其實正是這兩個人 整個故事中最甜蜜的時候了 殺男想為丘仁吃圍巾啊 做料理 而丘仁時不時就 必動殺男來個深情之吻 喔閃下五個單身狗 但好景不長 雨傘爸這時候突然殺出來說 我要被公司調去洛杉磯 所以丘仁跟廈門 你們也要跟著我去 什麼你說你不想去 不可以絕對不行 因為作者說不能注意我也沒有辦法 當殺男得知雨傘即將離開 他前往洛杉磯時 殺男大受打擊 並得了一種名為人偶病的精神疾病 病症是患者無法做出任何表情 但患者本身並不會感受到任何不對勁 當他們自己照鏡子時 他們會去想像自己笑的表情 藉此騙過自己的大腦 但在旁人眼裡 他們的表情就如人偶一般的了無生機 這可能對一般人來說 並不是什麼嚴重的病 但殺男他是個演員 如果一個演員無法控制自己的表情 那無疑是將自己的演藝生涯畫上休止符 看到這邊大家才明白 原來在故事當中一直散發正能量的殺男 他之前面對的不管是家庭 演藝生活 還有朋友關係都是正面影集的殺男 這樣的他面對愛情的問題竟是如此的不堪一擲 這時我們才明白 他 昌田殺男 也只是個小孩 即便在眾人面前是表現得如此堅強 但他依舊有崩潰的一天 看著這樣的殺男 宇山相當自責 呃 看吧 又在互相自責啦 想要在前往洛杉磯之前 鼓勵殺男重新振作 但大家用盡了各種手法都無際於是 宇山還強硬的想要喚醒殺男 但卻繞得殺男差點忘記宇山這整個人的下場 而且最後殺男還腦洞大開 一想天開以為如果變成大人 就可以決定自己的去留 所以誘惑宇山一起做點大人的事 啊 看到這邊殺男跟丘仁的形象 在我的心中已經回不去了 欸哇靠你們才國中啊 20年前的少女漫畫口味都這麼重嗎 露內褲啊露胸部 在真正的性關係前面根本就是小兒科 我終於知道為何我國中看那些巨人某妹子 會被罵幼稚了 應該少女漫畫的內容早就超音感美 突破天際了 好啦回歸正題 就在殺男跟丘仁天雷勾動地火之際 眼看這兩個小時候的偶像即將崩壞之時 殺男她居然笑了 因為她覺得很癢 哇靠我褲子都脫了一半 你讓我看這個啊 到這邊丘仁也就此收手 但這時卻被阿玲桌間在床 殺男媽看見兩人劈頭就問 你們有用保險套嗎 哇作者還不忘來點健康教育負起社會責任啊 不然到最後搞得每個14歲的小女生 就想誘惑小男生 這樣會讓我們非常非常的困擾啊 咳咳 經過此事他們還是要面對 羽山丘仁即將前往洛杉磯的問題 眼看所有方法都失敗 殺男此時又腦洞大開 向羽山提出 我們私奔吧 之後小兩口便搭著火車到了遙遠的遠方 鑿進了厚德路 這次沒有人會再阻礙他們兩個 嘿嘿嘿嘿 好啦再廢話下去這次節目就太長了 在厚德路裡 羽山終於對殺男吐露心聲 她只能殺男都只顧著自己 因為不想分開就讓心裡生病 好讓羽山人一直在他身邊 但其實羽山心裡也非常難受 殺男之前去山上拍電影才三個月 羽山就已經寂寞到快要瘋掉 此時丘仁壓力已久的情緒終於爆發 眼淚不停地從眼裡奔流而出 殺男這時才明白原來羽山也跟他一樣寂寞 但這時卻只有自己像個小孩似的在這邊鬧別扭 兩人終於心靈相同並相擁而起 隔天早上羽山發現殺男的表情漸漸地回來了 而他們也被大人們逮到 私奔事件就這樣落幕了 作者在結尾之前也不忘要洗白羽山霸 原來羽山霸那麼強硬地想帶丘仁去美國 其實是為了要讓丘仁接受最好的治療 藉此讓丘仁能繼續打他最喜歡的空手道 其實你可以早點講啊 應該也沒有什麼差吧 所以作者就把人偶病這黑鍋往羽山霸身上甩 哇!真是高明高明 哈哈哈哈 這小兩口經過這次事件成長不少 殺男還是不太清楚如何跟羽山交往 希望藉由這次分開能自己好好的想一想 於是兩人便毫無懸念地分開了 幾年之後丘仁終於復健完成回到日本 久違的兩人都朝著自己的夢想邁進了一大步 並在見面那時彼此確定了他們都還是深愛著對方 此次的分開並未充斷他們倆的戀情 經過了這些考驗兩人的關心終於升華至更高的境界 全劇影響完美結局 其實要說到我比較喜歡動畫版的玩偶遊戲還是漫畫版的玩偶遊戲 我會說 兩者我都喜歡 我既喜歡漫畫版流暢不托你帶水的故事節奏 也喜歡動畫版加入很多很多搞笑的橋段 以及不同的原創人物 這讓玩偶遊戲呈現出兩個完全不同的風貌 也讓這部作品在七八年級心目中留下難以忘懷的回憶 至少 我是真的覺得很好看啦 那今天的節目就到此進入尾聲啦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並幫我的影片按個讚 在這裡可以分享給你的朋友 讓大家知道玩偶遊戲的真正結局喔 如果想看我評論玩偶遊戲這整部故事的觀眾 可以在我影片下方的討論區留言讓我知道 我視情況而定會再做一部專門的節目喔 就這樣 我是阿蘇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